进入彩妆界已经十年的小凯老师 一直希望能创造一本有感情的彩妆书 因为这个坚持 美人觉醒以及Wonderland诞生了 其实这本书呢 它是希望透过 情境式的化妆的概念 来带领大家进入另外一种不同的化妆的想法 因为很多人都是知识化的化妆 感觉很生硬 所以我希望透过情境的概念呢 带给大家不同的化妆感受 让大家变得更漂亮 金书发表会上 有许多艺人紧名模前来共襄盛举 而小凯老师心目中的偶像蓝心梅 更是特地出席 给予知识及鼓励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 当我在拍这本书的时候 他就说我们不需要什么条件 我们只要奉献出我们的身体 我们就可以帮助到 所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记得那时候 我国中去参加模仿 心梅姐的比赛的时候 然后我跟我妈妈说 我要模仿 结果 我妈一开店 怎么反串情女生 对 还是你妈一直认为我是毒的 对 对哦 小凯老师也为这一场记者会 打造了三款08年秋冬时尚趋势妆容 我们看到第一个彩妆的呈现呢 运用了橘红跟金色的鞋条的搭配 让整个妆容呈现在秋冬一个复古奢华的一个氛围 这个它所呈现的是 一个在眼妆上面 带有紫色 蓝绿 在今年秋冬相当重要的两大色系 那我们共同组合在眼妆的部分 那么它整个在灵感上面 是来自于20年代的巨星 玛丽戴德利 它的一个优雅知性的一个风范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今天第三个妆容 那么金色 通常给人一种神秘 然后华丽的一个气氛 那么这次我特别用了比较特殊的材质 来展现出 不只是平面的一个晕染 我们利用到立体的一个概念 来让金色呈现出3D的一个光泽感 这次彩妆书中 当然少不了各种实用的妆容教学 还有步骤及技巧讲解 最特别的是限量附赠的高质感彩妆创作金装书 以及小凯老师精心挑选的音乐CD 这一次呢推出了一张CD专辑 那是希望透过音乐 带给读者不同的感官的刺激 透过听觉来刺激不同的一些时尚的氛围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听音乐 那透过音乐给我很多不同的灵感 还有很多妆的画面 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感动带给大家 但是呢只有限量一千分 而且只有预购才有 所以大家要赶快去抢 小凯老师希望彩妆不只是表面短暂的美丽 因此这本书的版税将全数捐给阳光基金会 帮助颜面伤残的朋友们复健与就业辅导 让他们重新找到阳光与温暖 如果你希望在追求外在美丽的同时 又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们 千万不能错过这么有意义的一本彩妆工具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